元旦前夕跌入水泥馆深处的越南男孩宣告身亡了 当地官员星期三召开记者会表示 政府咨询专家的意见之后 研判男孩在多处受伤 而且没有足够氧气的情况下 并没有生还的可能 这名人员还在致力将男孩的遗体带出水泥馆 但坦言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 越南时水男孩受困水泥馆深处 四天过去救援工作依旧没有进展 通塔副省长袁潭宝星期三悲痛宣布 政府咨询了医学专家后 认定男孩受困水泥馆深处 身上多处受伤 而且长时间缺乏氧气 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 男孩没有生还的可能 最早最早就会变成这样的恶劣 男孩是在上个星期六中午 河童半道桥梁施工现场 检施废铁时 不小心踩空跌入深达 鲜实污蔑 宽度也只有25公分的水泥馆 当地政府派员施救 但由于水泥馆过于窄小 救援团队无法通过绳子抢救 除了输送氧气河水到水泥馆 来提高男孩的存活率 团队也曾尝试利用起重机和挖掘机 将水泥馆吊起 利用软化水泥馆周围土壤的方法 来拯救男孩 不过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好消息 锯下水泥馆周围土壤 不征常管后 不晓 G in 请員吤 resume